哈喽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的视频 我们农村有种不奇远的野菜 这种野菜呢 在我们当地农村老人俗称为发癌菜 听我们村里的老族民说 在饥荒那个年代 他们没有菜吃的时候 经常户外去寻找这种野菜 随着农民对他慢慢的了解 现在农民伯伯也开始慢慢的种植起来了 他说这种野菜呢用途非常的厉害 而且也是一种非常好的中草药 药食可同源 很多外地外省的人都不了解他 今天借着这个机会 拍一集视频给广大的网友 并且认识了解一下 看一下你们对这种 我们当地俗称为发癌菜的一种野菜 你们的家乡了不了解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种野菜 说来也是非常的乞丐 适合他生长的地方一片成一片 不适合他生长的地方一株也难寻 我记得老中医跟我说 在他们饥荒那个年代没有菜吃的时候 经常去户外寻找这种野菜 随着农民伯伯对他深刻的了解之后 家家夫妇基本上都会种植起来了 我相信生活在农村的人 应该有种植过也有吃过 在市场上也受到了人们的欢迎 很多人都会去买 虽然这种野菜不怎么对 一公斤的话也就是买个两三块钱 但是他炒起菜的美味啊 非常的好下饭 可以算是一盘菜就能吃上两三碗 在我国分布地区可以算是比较港湾的 比如说在我们江西广西湖南 四川贵州云南浙江 包括上海这一带 这种野菜都很受欢迎 在我省省他家这个菜样地外面呢 我就发现了有几颗长势非常的茂盛 都已经长到一米多高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播种下去没怎么管理啊 长势不怎么好 但是他现在已经开了很多果实 大家看就是眼前里面镜头里面看到的这种野菜了 从枝干上我们就看得很明显 目前基本上都已经老去了 它的枝干是直通通的带反紫色的 而且它的叶子跟枝干基本上都是紫色带绿色 我们能看到从上面这一段枝干就是绿色的 然后它的叶片形状呢 看起来是不是有点像那个爱心一样 正反面都带着紫色 我估计网友们应该对这种野菜一点都不陌生吧 毕竟很多人都会有种植 我们能看到上面呢 就结了很多这种果实 一串一串的 身上呢带着很多这种尖尖的细小的龙毛 它的果实呢就包在这个里面哈 看到没有 有的这种黑黑的哈 就像那个芝麻一样的一粒一粒 成熟之后呢 到来年呢也可以播种 像这种植物呢 了解着它的人都知道它是一种非常好的中草药 浑身上下都是吧 主要的用途呢 起结它的头部啊 它的头部就像那个人参一样 在这个位置呢就发现了 刚种下去没多久的哈 不过马上也太老去了 但是生长了还有很多这种嫩叶子 像这种嫩叶子就可以采摘肥气炒起来吃 炒起来的水分也是特别的充足 带紫色的 跟着米饭一起搅拌的饭全都是紫色的 吃起来特别好下饭 一口气都可以吃上两三碗饭 我相信生活在农村的人应该有吃过 但是邪名我还真的叫不上来 在我们当地农村老人就俗称为发癌菜 大家再仔仔细细来认识一下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种不起眼的野菜 虽然它很不起眼 但是了解它的人都知道 整株浑身上下都是吧 钥匙可同样 像这种野菜到底有什么用途呢 因为我本人没有知识 在这里我就不跟大家讲废话了 如果网友没有好奇的话 可以在某网上识别一下这种野菜 如果今天的视频我们也认识到了 我们农村不起眼的野菜 我们当地农村老人俗称一个方言叫法 也不知道你们的家乡有没有其他的方言 或者是你们对这种野菜有没有更好的知识了解 也可以把你们宝贵的知识分享到我评论器 让广大的网友都能认识到了这种野菜 不过我在这里提醒一下网友们 所有万物都有副作用 虽然是一种非常美味的野菜 但是我们不懂的情况下 千万不要轻易的去使用 一定要进行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使用 好了这期视频我们就先分享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